多语的知识 第八章 翻译的终结 我的语言的界线即是我世界的界线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很少有人意识到 圣经其实不鼓励人们学习外语 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类原本是同一个民族 上帝的子民 只是我们的语言被变乱了 历史上 欧洲人一直认为 这意味着任何一位德国哲学家 都能明确理解中国人的想法 问题只是他听不懂中国人讲的话 于是他不会去学外语 而是要求翻译 巧合的是 正统历史的走向与圣经完全一致 不过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在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德国学者还讲拉丁语 当时 德国逻辑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得到了拉丁语翻译的儒学经典 他的反应 我觉得既好笑又令人不安 他读了拉丁语写成的论语 说道 很好 这读起来很熟悉 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孔子了 沃尔夫对自己学识功力的长进喜出望外 后来他频频发表有关中国人的演讲 仿佛自己就是中国之王 要不是他如此可笑 这还真会是件大好事 他的研究成果令人记忆犹新 包括中国人的动机 中国人的终极目的等等 有人不经意间问起沃尔夫大师 为什么他没有访问过中国 于是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汉学家 抛出了毕生最机智的回答 他说 中国人的智慧总体上没有受到很高的重视 所以没必要特地前往中国 我觉得有件事已经基本确定 那就是正是行进到沃尔夫先生这里 便停了下来 或者至少在他这里 变得疲惫不堪 尖酸刻薄了 他已经充分证明 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能成为中国专家 而不需要认识半个汉字 由于这对几乎所有的外语都适用 所以现在我们也明白了 为什么康德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万物的终结 为什么黑格尔可以宣布历史的终结 这两位学问家都很清楚 自己在有生之年并没有掌握任何非欧洲语言 他们自以为正是在这方面和自己也有几分相似 在西半球 这种态度并没有因为当今世界的疯狂而改变 大多数欧美学者都认为中国人懂得他们的语言 只是中国人讲的是汉语 就拿民主和人权来说 他们确实都是欧洲的词汇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 你也许这样想过 试想中国也礼尚往来 要求欧洲发展和谐社会 应语为harmonious Society 实现天人合一 英语为unity of man and heaven 这些汉语词汇显得多么陌生 他们在英语中的对等表达 又是多么拙劣 仿佛是故作伤感的魅俗之词 再想想非西方国家的人 平时如何看待 从西方吸收来的想法吧 用平常的眼光来看 翻译可以是一种与人方便的礼让之举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应当质疑作者的动机 曾几何时 在战斗中杀死无辜民众 也是通行的做法 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 没有人是无罪的 但是我们对于敌人的态度 长期以来有所改善 那我们为什么还在系统地 破坏非西方文明的核心词汇呢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我认为 首先是因为翻译仍然有效果 有回报 如果德国禁止一切重要的 外国词汇出现 那么就会让德国公众 以为自己这一个民族 已经了解了世界上的每一件事 而且打个比方来说 人们的举止也会变得与此相符 极端自信 彻底陷入自己 是宇宙中心的幻觉之中 接受德国社会内部的 多样性和多元化 他们相信劳动力共享 社会等级 专家知识 社会阶层 多维度社会 然而在整个世界的层面上 他们却对相互依赖的关系 没有丝毫认识和认同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 对德国人而言 中国人 印度人 菲律宾人 俄罗斯人 都没有特别的目的 他们就这么存在着 只不过是更多的人 这几十亿人都没有什么新鲜之处 文化上还都有些落后 正因如此 德国才出了这么多杰出的 世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比如格奥尔格 黑格尔 马克思 维博 卡尔马克思 他们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理论 而且会毫不疑惑地相信 这些思想 不仅适用于他们德国人自己 而且还适用于法国人 英国人 乃至世界上所有其他社会 于是便出现了被称为 文明的冲突的永恒的精神对立 如果我们完全实话实说 这种冲突的本 这就是 西方与其他一切 无法融入西方主流叙事的 文化之间的决裂 我常为一些东亚的教授 感到汉言 他们在西方获得资质 回国后 办起一个又一个中国哲学系 或者中国宗教系 向着那些对中国趋之入物的 西方商人 传教士和赞助人笑脸相迎 他们正在为全盘西化搭建舞台 中国并不孤单 印度也在慢慢察觉到 事情有些蹊跷 范语和印度教传统 创造了成千上万种 非欧洲的独特概念 却被西方媒体和学术界 彻底排除在正统历史之外 许多只懂一种语言的人 与我争辩 是的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语言 而如今的英语就是最佳选择 我对此的回复是 你疯了吗 这恰恰就是德国人过去的做法 现在轮到英美人士 在读完自己的正统历史之后说 我们已经了解你了 真正的世界语言应当与今天的英语彻底不同 这种语言需要额外吸收人类其他语言传统的创造力和数万种词汇 每个学习的学习 每个学习语言的人都时不时会遇到这种情况 潜意识里感到 有些东西在翻译中丢失了 每次都是如此 没有例外 然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敢遵从自己的直觉 也许巴别塔的故事中暗藏着一个漏洞 一个异常巨大 十分可怕的漏洞 也许我们的语言根本没有变乱 而任何一个人类群体的人数 其实根本不足以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可能性 也许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中国人创造的许多理念 大学 大同 文明 无为 就像中国过去没有人提出美国的一些理念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都同意 加拿大人类学家维德·戴维斯曾说过 语言不只是语法和词汇 它有点像是人类精神的闪光点 人们常说 语言是了解中华文明传统的关键 问题在于 应该用哪种语言 得名为哪种语言 大人类学家维德·戴维斯古贴的墙望 语言语言